难得一见!JR竟与詹黄在板凳席激烈争辩!专家,这其实是好事! 6月7日,NBA总冠军赛继续进行,克利弗兰骑士回归主场迎战金州勇士。 本场比赛,JR Smith继续担任骑士队的首发得分后卫,他出战33分中,14投5中,3分球10投3中,贡献了13分4个篮板三次抄截。 骑士最终在逐场以102比110不敌勇士,总比分已经是0比3落后。 总冠军赛至今,JR可以说是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。 在总冠军赛首战,JR虽然拿到10分6个篮板,但他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抢到进攻篮板却没有出手,让骑士错失了迎球最佳机会,遭到了各方质疑和嘲讽。 在这种压力下,JR在第二战9投2中,仅仅得到5分。 本场比赛,JR在主场作战情况下又找回了信心。 开场之后,他连砍5分,和勒夫这两大争议人物支撑起了骑士对开局阶段的进攻。 骑士对首截比赛掀起了16-4的攻击波,JR单截也抢下了7分。 但首截后半段,JR手感变得冰凉,连续两季3分都打铁,而勇士队趁主骑士队进攻玉组开始掀起反击高潮,在首截打完把比分追到了28-29紧落后一分。 第二战比赛,JR又重新带刀上阵,接到詹姆斯的回传命中一气侧以3分,为骑士稳定了局势。 这场比赛,骑士球员们都相当投入。暂停时,JR甚至还和詹姆斯发生了激烈争辩。 但在有关专家看来,球员之间强化沟通来解决问题,这其实是好事。 到了第三战比赛,勇士上演熟悉的一波流,一局反超了比分。 骑士也算是顽强,平击住希尔和JR的3分一度把比分追平。 末节比赛,骑士队在最后时刻终于崩盘。 爱神内线强攻被一局当了抄斜,柯瑞命中了反击3分球。 手感不佳的JR最后一截仍试图改写命运,可惜的是手感已经彻底冰凉的。 他没能上眼神奇,3分3投凌重,最终只能目送骑士主场落败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